谁反对 不可能 你不过叶家余孽 叶家早就不复存在 你哪里来的九龙金铁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老实交代 这张情绪 你是从何而来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仗着在场的人 都没见过真正的九龙金铁 哪个假的是吧 对 你不配 否则是对我等世家名流的羞辱与挑衅 你问一下 在场坐位 有谁同意 你坐守卫 绝对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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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闭嘴 叶先生手中的九龙金铁 乃是楚战神亲赠 何莱伟倒是说 李若南 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 为了把他捧上高位 甚至不惜当着这么多权贵撒谎 你到底想干嘛 李逸臣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注意你的态度 否则一定将万劫 哈哈 我俩是平起平坐 你拿什么压物 你 好 你自己好自为之 叶先生 请走法 无妨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跳到桌上 小子 楚战神马上就到 我很期待 你从那个位置上爬下来 屁股尿流的模样 楚战神哪 楚战神至亲 我看你今晚如何收场 叶峰哥哥好快下去 楚战神来得再不走来不及了 不用 秦阳 你就陪我好好开出好戏 叶峰 我若是你 我就立刻向楚战神道歉 承认你做过的所有罪行 若是楚战神可原谅你 那你今夜 尚有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 今晚该求饶的 是你们 真是好言蓝圈 该死的鬼啊 到现在 你还执迷不悟 叶峰 我叶家的仇 今天晚上和你一点一点算清楚 还有我杨家 我韩家 那就使出你们所有手段 尽管 谁也救不了你 属下李逸臣 公民楚战神 公民楚战神 刚才发生什么事 楚战神 今夜会场来了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妄图以平凡身份做上 统帅之位 我得尽正清楚 啊 楚战神 你们这么打算把这个小子赶出去 免得惊扰了今日的 策封业 把他赶出去 韩总 这小子猖狂至极 要是不就地格杀 如何名称我大下的点法 说得对 杀了他 战士大爷 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放肆 楚战神 此次不当身份卑贱 行为更恶劣 他不仅坐上统帅之位 还伪造九龙津贴 妄图横压全场 伪造九龙津贴 对 更可恶的是 李若拿非荡不阻止 此次的行恶 还注重为虐 公开为他仗台 楚战神 这两个人最大恶劫 按罪当猪 猪该按罪当猪的 是你们 楚战神 你你这话什么意思 楚燕儿拜见叶先生 叶先生 难道 他是统帅 怎么回事 楚战神 怎么回事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叶先生 叶先生 叶儿来迟 请您责罚 你如果不来得迟一些 我怎么能看得到 这些人的嘴脸 又怎么能见识到 你楚战神的手下之威风 叶先生 罪作在我 燕儿必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们可知 你们冒犯的是谁 楚战神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为什么受你如此尊敬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他 就是由我楚燕儿亲自供请下山 由国主钦封的新任统帅 叶峰 叶先生 黎一辰 还不跪下给统帅请罪 统帅大人 是我短剑博士 不是太商 请你原谅 既然如此 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这样吧 拖出去 来人 带走 不要啊 统帅大人 不要啊 不要啊 我说了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今晚 谁也救不了你们 不是大人 不是 我说了 我愿意献上我杨家所有的财产 求你原谅 对对对 我韩家也愿意欠出所有财产 只求同事的男人放过 放过 放过 饶过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但是你们不懂得一顶点的珍惜 既然这样 那韩 杨 两家 也就没有存在的兵 从今日起 韩家 杨家 从南疆重名 来 统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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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啊 我说 统帅 必不会看上你秦可卿 更不会看上你秦家 现在 你信了吗 叶峰 不 统帅大人 我不退婚了 我愿意做小的 你娶我吧 当初我求你秦家不得 今日你秦家一高攀不起 秦老爷子 你自诩秦家能有今日 都是你个人成就 不承认是我师父的功劳 所以我收回你秦家资产 你可有怨言 你若针对自己那么自信 何不再造一个秦家 毕竟 你秦家有那么庞大的人脉 和根基 你说对吗 根基 你说对吗 赵俊 还不跪下 跪 个屁 你也配 就算你是统帅 我也会把你拉下审判 放肆 统帅维言 豈容侵犯 岳峰 我赵家十年前 能灭你叶家全家 今天也能如此 你的身份 给不了你任何光荣 啊 初战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夏法律明能规定 新到任的统帅 接受任何挑战不得拒 我没记错吧 是有这个规定 好 那我今天就横刀立马 斩他 按大夏律法 新上任统帅 任何人皆可挑战 挑战 挑战成功 则卸任统帅卸任 由胜者担任 但若挑战失败 则血剑当长一命谢罪 你可考虑好了 你问我干嘛 他要不是没有你能做到今天的位置 你问他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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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 既然你赵家 不肯认错忏悔 那我就杀你全家 平息我叶家地下亡魂 叶芳 叶芳 你始终是景帝之怕 你以为 你杀了郭师傅 就天下无敌了 你在我眼中 如同蝼蚁 我 我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伯父啊 今夜 谁也救不了你 叶家晓儿 大胆可气 父亲 叶芳 我父亲已达神人家 你拿什么赢我赵家 现在你认为 你还有什么神经 什么 神经 据说神经 有移山填海之能 没想到赵家的家主赵丽海 居然是个神经高手 叶芳啊 威仪了 现在你认为 你还有什么时候 区区的神经 在我的眼中 不过耳 叶芳 真的能行吗 这可是神经高手 据说 杀宗师 如同杀狗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马上 这场好事就结束了 望望无知的叶家小儿 如若你现在下跪道歉 自断双臂 我便饶你一条狗命 如若不然 我定让你叶家命 凭你也配 放肆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当事神话 神境之危 什么叫做当事神话 神境之危 神境之危 稍等 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道歉 你们父子俩的废话可真多呀 受死吧 哇 这就是神境啊 当真恐怖如斯啊 现在你的倚仗没了 死了 神境强者被他杀了 不愧是统帅啊 好强啊 叶峰 你 谢谢啊 我早就看这个老头不说了 你以为 他是我赵家最后的底盘吗 你错了 还有后手 赵家真正的底盘 是我 只要杀了你 我就可以得到帅之辈 到时候这天下 就是我赵家的囊中之物 你就这么自信 还杀了我 你能杀死这个老头 确实是出乎我意料 但是我的境界 你不可能知道 你的境界 露体神仙而已 你怎么知道我的境界 你以为自己藏得很深啊 我只是一直没揭穿你而已 这不可能啊 你不可能知道我的境界 你不过是大闲神境而已 我就是你口中 龙虎把上排名第一的 天 天原 你要是天原 我就是天王老子 公营统帅上任 公营统帅上任 刘峰 你愿意去我 我愿意 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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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妈 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初 不信她 以明这同学之外 是我的 是我的 公帅 赵家怎么处理的 扫兴 优优独播剧场